大家好,我是莉莉,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美国的司法部文件爆出了一个牵涉到习近平和王岐山的中美高官的司法丑闻 在8月22日,路德社公开了一份美国司法部于2020年8月17日发起的一个起诉文件 这是一个起诉文件 有兴趣的网友可以在推特上找 或者到司法部的官网上去找 这个文件的话,有39页大概是很长 如果慢慢的看,或者是有些个已经被推友翻译成中文了 有兴趣的网友可以去上网上直接去查 这份文件明确的说明了习近平和王岐山曾计划将郭文贵从美国遣返回中国 法庭的文件显示,所有参与的人都是用加密的方式沟通的 但是被FBI全部的获取,而且解读了出来 操作的整个流程就是 我们大家从郭先生的爆料当中早已经知道了周禄这个人 也就是刘特佐,他是孟建柱的私生子 还有孙立军 就是刘特佐和孙立军 给了吴征850万美金 而吴征找到了尼克·戴维斯 而尼克·戴维斯拿了170万 而戴维斯又找到了艾利波尔蒂 艾利波尔蒂拿到了600万 而艾利波尔蒂我们知道是共和党的筹款人 另外呢,许诺如果呢,谁能搞定马来西亚的伊马安呢 再付7500万美元 这些钱呢,都是通过吴征的公司和布罗蒂老婆的律师事务所来转的 2017年的4月份呢,艾利波尔蒂,吴征,刘特佐 在曼谷呢,密谋运作会见的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布 我们知道呢,纳吉布呢,现在已经在马来西亚遭到了关家 艾利波尔蒂呢,在2017年的5月和7月 通过白宫的高官安排了川普会见了纳吉布 纳吉布呢,在与川普会面的时候呢 向川普承诺呢,会向美国进行大量的投资 在这次会面当中呢,纳吉布提出要遣返郭文贵先生 再看一下 2017年的5月18日,在深圳 艾利波尔蒂,戴威斯,刘特佐,吴征,孙立军呢 密谋遣返郭文贵 之后的话呢,艾利波尔蒂呢 通过前助选经理 安排了孙立军呢,在美国见司法部长及其他官员 在2017年的时候呢,郭先生呢 已经说过了这件事情 后来呢,郭先生呢,还放出了孙立军与郭先生之间的通话 录音呢,在YouTube上,有兴趣的网友呢 可以去找到 那个时候呢,孙立军去美国的主要目的 就是试图通过司法程序,遣返郭文贵 再看下一个 后来呢,艾利波罗蒂呢,又找到了赌场大亨 斯蒂文问 很多人呢,不知道斯蒂文问 但是呢,斯蒂文问呢,是永利集团的主席 他在拉斯维加斯呢,和澳门都有赌场 他在澳门的赌场呢,赚的钱 要比他在拉斯维加斯呢,赚的多的多 但是呢,赌牌是由中共来发的 斯蒂文问呢,因为澳门赌场的利益呢 也参与了遣返郭文贵的这件事情 并且呢,还把习近平要求遣返郭文贵的信呢 放到了川普的桌子上 川普当时呢,差一点就签字了 多亏了当时的司法部长赛深斯 他现在呢,已经辞职了 但是呢,当时他是司法部长 他说,川普如果你签字的话 我就辞职 其实还有班农,还有FBI的一些人呢 都劝阻川普呢 不让川普呢,在这个文件上签字 所以的话呢,当时呢,川普就没有签字 郭文贵先生呢,也没有被遣返 其实呢,整个过程呢 所有听郭文贵先生爆料的这些个人呢 都知道 但当时呢,郭先生说的是 这封信是吴征孙立军违造的 习近平呢,根本不知道此事 但司法部的文件显示 这封信呢,就是习近平亲笔签名的 也就是说,不是吴征孙立军擅作主张 而习近平亲自下命令操作的这件事情 并且亲笔写信给川普 要求遣返郭文贵 法庭的文件还显示 在2017年的4月7日 习近平呢,在佛罗里达的马拉格庄园呢 会见了川普 在见面当中呢,习近平亲自提出 要川普遣返郭文贵 开出了天大的价码 我们看一下这些价码 这有什么? 接受在美国的非法中国移民 我们知道呢,很多的非法移民呢 滞留在美国 美国呢,想要把这些非法移民呢 遣返回中国,但是呢,中国不接收 但是呢,为了遣返郭文贵 习近平说,我答应接收 这些个非法滞留在美国的中国 非法移民 还有呢,释放60名 以间谍罪扣押的美国公民 最主要呢,还出卖了北韩的金三胖 把金正恩所有的家人 在中国银行、澳门存款 全部给美国 而且是无条件配合 美国关于北韩的事情 就是为了遣返郭文贵 但遭到了川普的拒绝 我想啊,金三胖的话呢 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因为这个司法部的文件呢 这两天呢,就会在全球公布了 因为戴威斯呢,已经在审理当中 金三胖呢,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会不会哭晕在厕所 为了郭文贵先生 他这个北京的盟友 竟然出卖了他和他的家人 再看一下,在艾利·布拉蒂呢 就是那个共和党出货人的家中 找到王岐山承诺的这个信件 信件上说 若遣返郭文贵 郭文贵先生的全部资产 全部给艾利·布拉蒂 及其所有参与遣返的这些个人 郭先生呢 在国内和海外的资产呢 加起呢,大约有1000亿美元吧 艾利·布拉蒂呢,还有华尔街大佬 这些人呢,为了这些资产呢 就拼命的运作 前访郭文贵先生 不过呢,话说回来了 王岐山呢,也是够口精的了 不自己出钱,空口许诺 把郭先生的资产呢 作为酬赏 给艾利·布拉蒂和华尔街山呢 在决心身上呢,还是算得这么精 所以呢,从司法部的文件呢 我们已经知道了 习近平呢,是肯定知道呢 郭文贵的能力 而且呢,也知道郭文贵呢 对他们的威胁 所以呢,就是四条线进行呢 一起操作 要遣返郭文贵 一条线呢,是孙力军来美国 要司法部合作 用司法的程序呢,遣返郭文贵 还有一个呢,是赌场大风 斯蒂文文 把那个信呢,放到了川普的桌子上 让川普签字来遣返郭文贵 还有一个呢,是马来西亚的纳吉布 前总理 然后呢,由纳吉布来游说川普总统 遣返郭文贵 再有一个呢,就是习近平亲自在马拉格庄园呢 跟川普说要遣返郭文贵 所以的话呢,我们看一下 今天晚上的话呢 路德先生呢,会继续解读 这只是其中的一股力量 其实呢,还有好几股力量呢 也一直在操作这件事情 实在是大戏 太精彩了 看一下 这个文件呢,是8月17号签署的 是以美国国家的名义颁布的文件 太多人了 包括有白宫的 司法部的 华尔街的 媒体的等等 牵涉其中呢,都会被抓捕 会是美国有史以来超过水门事件的 最大的政治丑闻 这件事呢,其实最大的作用呢 就是做使了习近平 王岐山 孙力军 刘特佐呢 通过贿赂美国的司法部 和白宫的高官来操控美国的政治 我们说那个戴维斯 就是戴维斯长得有点像混血 有点像 好像有一些亚洲的血统 要是有幸的网友 可以在网上搜查一下 会是这一天的一个重大的新闻 戴维斯呢,已经认罪了 那么呢,习近平和王岐山呢 也将面临美国的司法部的调查 如果习近平呢 一旦被订罪 后果呢,是非常严重的 对习近平而言呢 要么与美国彻底脱钩 要么呢,就是江派和曾派呢 借此机会撤换掉习近平 郭先生呢 说他两年多以来 一直在配合FBI和司法部呢 调查这件事情 而且呢,以郭先生在国内的情报能力呢 他一定已经知道了 在2017年的4月份呢 是习近平亲自操作遣返郭先生的 但是呢,他一直都没有说 他一直都在说 习近平是牵引圣军 都是为王岐山、孟建柱等人给骗了 还要呢,习近平小心他周围的这些个奸臣 而所定立的郭七条当中呢 就有一条是不反习近平 不反习主席 由此可以看出郭先生的隐忍和谋略 若是郭先生这样的智谋 这样的财力,这样的手段都不能灭掉 Combinist Party的话 那也就注定了中国人的悲惨命运和全世界的沉沦 我们看一下 习近平呢,在2017年4月份呢 就亲自操作遣返郭文贵这件事情呢 我想呢,哈德逊演讲这件事情的取消呢 肯定也是他施压的 而不是江明恒操作的 还记得在哈德逊演讲当中呢 因为没有成 所以呢,随后郭先生就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 在新闻发布会上呢 他说了一句最有名的话 就是黑暗已经来临 但是呢,网友不知道记不记得 在发布会上呢,郭先生还说 他在厕所呢,烧了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 他今天呢,在直播当中就说了 这个文件呢,是有关CCP生化武器的 也就是现在这个冠状病毒研究项目的 也许是呢,老天帮忙 当时呢,若哈德逊演讲不取消的话呢 他就会把那份文件呢,就给拿出来了 就不会烧掉 那他呢,即国内给他提供这份机密文献的人呢 就会被杀掉 因为当时在2017年呢 郭先生刚开始爆料 就叫势单力薄 那个时候拿出这份文件呢 美国不会相信他 而在美国的黑暗势力呢 一定会做掉他 所以呢,上天注定了 哈德逊演讲的取消 警醒了郭先生 然后呢,他就把那份文件给烧掉了 也注定了全世界呢 要遭受冠状病毒的肆虐 2017年呢 5月18号 郭先生呢,在视频当中呢 推出了两位紧急联络人士 他的两个助手 宣布呢,如果他发生意外的话 他的两位助手会继续的爆料 而他所有有关国内的那91份文件 所有的机密文件呢 会全部的公开 那个时候呢 郭先生肯定已经知道了 他处于巨大的危险当中 随时会有生命的危险 那个时候 福建的黑帮的正旗 已经派了几个人 要对他下黑手了 2017年的9月4号 郭先生说 文贵的结局早已注定 上天也改变不了 无论如何 我的结局都是澳洲的荆棘鸟的命运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我才知道 澳洲有一种鸟叫荆棘鸟 很多网友呢 听了那期视频呢都哭了 也包括我 澳大利亚的荆棘鸟呢 就是终生都在寻觅 长满荆棘的灌木丛 一旦找到呢 就将他脆弱的胸膛 撞上那些最尖锐的那个长词 一边唱出他一生最美的天籁之音 一边呢血流而尽而死亡 那个时候呢 郭先生说出这种话呢 可想而知 他那个时候所遭遇的 巨大的压力和生命的危险 好在呢 三年多的人辱负重 谋划拼搏呢 终于杀出了一条血路 爆料革命的队伍呢 越来越大 美国觉醒的人呢 也越来越多 而靠民事party的灭亡呢 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天终不负郭先生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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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